在磐石 龙头企业待发展 从事养殖 促增收 在临江 食用军产业尽头族小蘑菇产出大效益 在前安九台安图 蔬菜瓜果涨势旺盛 蓬勞经济代富相邻 在农安 重点企业来带动 三产融合 其发展 食用军专家刘晓龙做客演博士 为您解答食用军生产相关问题 乡村四季12316即将播出 服务三农沟通城相关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乡村四季12316 本节目由天赋化肥赞助播出 今天做客演播式的是食用军栽培专家刘晓龙老师 刘老师好 主持人好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6-8627-8628 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的为您解答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戴 在磐石市有这样一家龙头企业 带动了周边1600多家养殖户 从事蛋机养殖行业 昏暗的灯光 恒定的温度湿度 十万只蛋机 未时减淡清分 全程自动化 这是亚洲最先进的鸡舍的标配 观察鸡蛋 看鸡蛋是否正常能出来 有没有卡的 有没有堵的地方 另外就是打好一下卫生 这家合作社共有四栋这样的鸡舍 每天这里产出的鸡蛋 连同周边350公里范围内 1600多家蛋机养殖专业户产出的鸡蛋 会一起送往磐石市内一家食品加工企业 在这里 鸡蛋经过分解 清洗 卤制 包装等环节 最终被制作成不同口味的休闲食品 销往全国各地 企业负责人李长吉介绍说 他们的鸡蛋日产量高居全国第一 而为这一喜人成绩 做出贡献的500多名员工中 大部分都是来自周边村屯的农户 每年的这个用够量 流动用够量大概在600人左右 固定用够量在400多人 大部分呢 就是说都是咱们返乡创业 还有咱们这个城市周边的 这个农村生意劳动力 这个咱们公司解决了 很多的一个就业问题 每年的用务开支呢 也是在1700万 农民工创收呢 每年大概在44000元左右 李长吉告诉记者 脱贫攻坚期间 他们采取公司加合作社 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 大力发展淡积养殖产业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以及贫困户脱贫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同时与驻村工作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如今随着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 他们还将与村集体 驻村工作队一起冲锋在前 乡村振兴阶段呢 我们力争同综合食品 一同将它的这个二期生产线建设成功 继续扩大综合食品的经营模式 也同时继续扩大综合食品 在我们牧家村 在王家屯这个招工人员的这个配置上面 让我们的更多的老百姓得到实惠 空闲时间也能参与到这个 一个工业化生产 农业的农业的体系 加入到这个农业体系里来 给农民真正的创收 给这个农村经济 给乡村振兴 确实地能带来一些利益的好处 刘老师 咱们食用军生产上 有没有工厂化 现代化工厂这样的生产模式呢 应该说是有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长存的 这个雪国高中公司 它是生产60吨的金针钩 就是都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做的 应该说更安全 再有就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前国的 有一个孤乡生物 它这个主要也生产的是这个星鲍骨 星鲍骨日产的应该达到10吨 我们还有安图的一个星鲍骨厂 也是日产10吨左右 所以这些企业呢 都是基本上就是除了做菌包和采收的时候呢 是半人工半自动化以外 其他的是全自动化的 所以呢这种模式应该是更安全的 那片中介绍呢 合作社生产的鸡蛋被统一送往了加工厂 进行加工变成了卤蛋 那这样的变身呢 又实现了经济价值的增长 增加了收益 那这样的变身在食用菌生产上 有没有相关的体现 应该说是有的 我们省呢应该说 虽然食用菌栽培工作比较大 但是这个加工企业进入的比较晚 而且呢发展的也比较晚 最早的话呢就是汪清丹华公司 丹华公司呢 它主要是把这个当地产的这个木 进行加工 加工成啥呢 变成这种即时的像什么脆片 包括香菇 包括黑木 还包括像一些其他的这个菌类 也包括蔬菜 这是最早的 现在呢就是比如说还有这个 就是原来的这个 焦合的黑棱食用科技 它把黑木加工的这种酱菜的即时食品 包括加工成饮料 包括我们原来这个留言一下有一个这个企业 也是加工成饮料 像这类的企业是有的 但是这个加工企业呢是受啥呢 受这个产业规模限制 当一个产业生产的量达不到加工的量的时候 这个加工企业不会伸手也不会在这建厂 所以呢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汪清 敦化和焦合这几个县市的15级产业规模 已经达到了一定长次 那加工企业多半都是啥呢 就是除了鲜销和干销以外 要把一些残次品 就是这些残次品你要是卖是价格很低的 没有费加值 但加工企业进来以后呢 虽然它是残次品成本最低 但是呢如果它加工以后 它的利润是最高的 所以呢现在这些这三个市线呢 已经达到了规模 现在的加工企业呢都是在陆续进入 一旦达到了这个全年加工的这个规模以后 这个产业量才是完整的 所以现在一般都提全产业量嘛 所以全产业量就是说一定达到这个叫一箱一品 然后呢规模达到一定层次 加工企业进来 然后把这个好的当好的卖 不好的加工了卖 再来说整个产业量这个是健康的 好感谢刘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鱼黄膜是一种特色美味的蘑菇 奶油丝的外形特别受人喜爱 临江市闹枝镇的孤农 新全江就利用咸熟的技术 种植鱼黄膜闯开了制服之路 春寒吊鞘 记者来到了新全江的全江家庭农场 在鱼黄膜大棚内一派生机盎然 伴随着鱼黄膜的清香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夫妻二人 因蘑菇带来的幸福味道 鱼黄膜又名黄金菇 香味浓郁 口感脆嫩 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内含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和多种维生素 鱼黄膜属高营养低热量食物 今年 新全江也将棚氏重新布置 将原有的木质均架统一换成了钢架 一方面管理更为科学 另一方面增加了摆放的层数 空间利用率大大提升 收入也随之提高 今年虽然是价格和晚年是差不多了 10月以后都是在8块9块10块匹发 产量就高了 收入也比较高 都说三分靠技术 七分靠管理 极娴熟的技术和满满的管理经验 于一身的新全江 也是与蘑菇一天天打交道而练就的 一朵朵鱼黄膜个头均匀长势喜人 从前期的发菌到后续的喷水 根据温度与阳光照射的位置 再到后续的收割蘑菇 其中的操作大有学问 一丁点都大意不得 据了解 新全江全江家庭农场 大鹏日产量200多斤 年产量4万余斤 毛收入可达50万元 真可谓小蘑菇种出了大经济 带来了大幸福 计划就是再多上几个品种 一到夏天之后 有苹骨 猴头 圆膜 这几种全部都在上 余黄膜在一些超市的画家上 经常可以看得到 那么这样的实用菌市场前景如何 刘老师 应该说余黄膜 是我们成本上的一个特殊品种 它的前景是比较好的 为啥说余黄膜 它是一个商品名 它的真正的学名 我们就管它叫金顶刺 什么叫金顶刺 上面是金黄色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它具有药用价值 比如说提高人体免疫力 包括补钙等等这些功能 但它最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它的鲜味特别浓 它是真菌产生的 这个叫骨鞍酸 它特别鲜 比如说包饺子或者炒菜的时候 特别好吃 像刚才它也说了 就是说现在我们基林省的通化和白山地区 整个在10亿以后 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批发价格是8到10块 市场零售价格是15到20 这个要比其他的使用品 这个价格和效应也是高很多的 所以现在包括我们的长存基林 包括现在的南方 我这个年后也上南方去理它 在这个市场上都特别认 就是这个价格的比其他的多高 刚才他说黄金顾 这个有点误解 都得有点误会 这个是不能那么说 但是这个蘑菇的鲜味和市场前景是极其广阔的 所以应该大力的推广和栽培 那么鱼黄膜是一种木斧菌 那木斧菌和曹斧菌有什么样的区别 分别有哪些典型的我们常见的蘑菇呢 木斧菌和曹斧菌的话 是我们从栽培的角度去分的类 我简单的通俗的说 就是木斧菌最开始在没栽培之前的时候 我们是能在树上采到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像猴头 像木耳 像灵芝 三黄 就是都在树上长的 这是我说它才叫木斧菌 那栽培的时候一定得加木屑 或者是用木头栽 要不用木头栽的话 它的品质它的产量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管长到树上的 用菌木屑栽的就叫木斧菌 木斧菌的话 刚才说的什么灵芝 三黄包括香菇都属于木斧菌 然后草腐菌的话 就是我们最开始是啥 就是它长到土里面 就在地下长的 就是有一些结干 有一些粪草之类的 它们就可以出的 像这一类的就是出来的蘑菇 我们能栽的就叫草腐菌 草腐菌的话是必须用结干和牛肺 发酵了以后进行栽培的 所以它才叫草腐菌 草腐菌的话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 比如说像大球盖菇 双胞菇包括鸡腐菇 它都是在地上 原来在地上产下来 我们栽的时候 是用结干和稻草 就基本都是发酵料栽培 然后多数还都需要浮土 像现在的鸡腐菇 双胞菇和大球盖菇 都是浮土出菇的 像这一大类的就是属于草腐菌 好 感谢刘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时休息 晚上回来 在前安九台安徒 蔬菜瓜果涨势旺盛 蓬磨经济代付相邻 在农安 重点企业来带动 三产融合其发展 乡村四季12316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开车之后 蓬氏生产也如火如荼的进行 前安九台安徒等地的温氏大棚里 瓜菜掌世袭人 种植户葛湛正忙着摘菜 看着这一棚子的宝贝 葛湛心里热开了花 据他介绍 小菜年收入可达三到四万元 四个 白菜有那个同号有臭菜 给人各批发点给你送 这棚是上休十一月份 赶年跟家卖小菜 大概收入一个棚子四千五左右 近年来 蓬摩经济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新亮点 在九台区土门岭街道 临世绿洲大樱桃基地 樱花桃花蒸香绽放 花香扑鼻 成牌的樱桃树上 结满了果实 人们正在对大樱桃进行输果掐尖 满是美好的憧憬和丰收的希望 然后现在那个果实非常多 预计在三月末和四月初左右成熟 然后今年我们打算再引进阳光玫瑰品种 预计建设温室二十到三十栋 引进十万株 在安徒县永焕山野菜种植有限公司的种植大棚 也是绿意盎然 大棚负责人告诉记者 春节之后的食品市场 荣兴村的山野菜成了抢手货 棚摩产业兴旺 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就业 农民朋友都不在家猫冬了 在大棚里干的热火朝天 将农贤变成了农忙 通过种植山野菜 给周边村民带了点收入 我希望村民们生活越来越好 有一部分农户采用棚市内蔬菜和食用菌建作的模式 那这样的模式 老师您怎么看哪一些蘑菇是比较适合的呢 应该说 蔬菜和食用菌这种兼做套动 应该是从技术角度是可行的 为啥说 蔬菜的话一般是利用光照 然后进行光合作用 它是利用氧氧化碳 然后能够产生氧气 这是属于它的生长模式 食用菌的话是不需要光照 那你植物的话 它在植物下面才给它遮光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食用菌的话 它是利用氧气产生氧化碳 它俩正好把氧气和氧化碳之间给整平衡了 是互相利用 它俩在一起监作应该是长得更好的 现在应该说可以监作的 比如说现在的大球盖骨 双方骨 鸡腿骨 也包括一些平骨 这类的 可以浮土栽培的 或者是直接摆到下面出骨的 这些菌类的话 应该是都可以的 那么菌菜建作这样的模式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菌菜建作的话 应该说我们首先就是一个顺序的问题 就是要先种菜后做菌 就是一定不要先做菌后做菜就烦了 这是首先第一个 第二个在管理过程中 要以啥呢 要以食用菌为主 因为食用菌对温度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蔬菜的话高点低点 就是快和慢点 但食用菌的话 你比如说温度高了它会坏 所以这个是在管理过程中 尤其温度和湿度 是以食用菌最佳 适量最佳 这个环境条件为主 这是第二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记住啥呢 要最好是用膏杆的 比如说像什么黄瓜 柿子或者豆角 就是科长的比较高的 不能长小菜 它不能给食用菌遮光 所以要和这种膏杆的蔬菜进行建作 第四个就是在防止病毒害这块 蔬菜的话 如果和食用菌建作套装的话 建议采用这种生物防止 你不能打药 因为食用菌是裸露在这个菜的里面 那一旦你这个打药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食用菌的农药产量 会这个超标的 所以注意 以上四点的这个模式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感谢刘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农岸县花家镇围绕 肉牛发展大力引进重点企业 发挥企业带动的作用 将肉牛养殖业打造成一大特色产业 推动一产稳定增效 实现了产业升级 农民增收 走进设在农岸县画家镇的 吉林省成恩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肉牛养殖场 一动动牛舍十分宽敞气派 牛舍里一头头 标肥体壮的牛正在津津有味的吃着草料 有的正在打着盹 惬意的午休 明年打算在现有养殖的技术上 在花家镇建设 安格斯特色肉牛养殖 饲养 屠宰加工以及销售 和棚膜绿色瓜菜采摘的示范园区 还打算在万顺 新建一座三千头左右的母牛养殖场 和万吨捷杆饲料加工厂 在保证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更进一步做好牛事业 近年来 农安县画家镇坚持把发展特色肉牛养殖 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产业来抓 持续加大推进力度 打造区域性肉牛及产品品牌 切实做好安全监管服务 为企业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不断推动全镇畜牧养殖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全镇牛村栏一万五千头左右 牛出栏量达到八千头左右 规模以上养殖户十四户 画家镇讲解和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基本情况 加大捷杆变幼工程的力度 发展右牛产业 创建优美画家 刘老师在实用军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应该说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应该是以实用军的生产 就是栽培为依托 然后通过这种所说的一县 一村一县或者一县一品 这个生产模式 把实用军产业应该是做大 变成当地的这种支柱产业 当一个地区 如果作为一种实用军的主战场的时候 那么整个的社会资本 包括社会的技术人才 都会进入到这个地方 然后比如说通过这个做菌种 选业品种 然后做加工 包括收购 再来说就把这个产业细分 细分的话就是整合 包括现在的资源 包括现在的资本 包括现在的人才 把它整合到一起以后 才把这个产业链全程的延长 比如说现在整个这个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交合的黄松店 包括这个汪清的田桥岭 现在有大的警报厂 有小的警报厂 然后专门有批发市场 专门有加工企业 这样来说这个产业呢 从前到后 这个产业链呢 特别健康健全 就是你到这块 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你想买有菌包 你想买默有默 你想买加工品 这样来说这个产业呢 整个产业链做大了 一二三产融合 资金技术到位 这个产业才做的最好 融合的最佳 而且呢 最后能形成市场 就是把这个产业链真正的做活 那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打造区域性品牌的优势在哪呢 应该说呀 我们吉林省啊 这个全国的东部 东北部 咱们叫东北地区嘛 这个区位优势是特别明显的 这个第一个明显在区位优势 就是原材料资源有势 我们处在这个长白山山区 这个栽培的这个木屑 包括一些结干 比如说我们是黄金玉米袋 原材料有 那做这个产业的时候呢 首先成本比较低 这是所说的这个区位的资源有势 第二个呢 就是四季分明的冷资源的气候有势 就这样来说 在这个时期 就比如说我们在春夏秋 这个昼夜温差特别大 那温差大的话呢 冷资源优势特别明显 上就是栽培出来的这个菌类 它的干物质含量特别高 那跟全国比 跟国标比 我们要比国标高很多 所以这是第二个优势 第三个优势上 在基林我们这个区位优势 它的实用群的话 是最安全的 应该是和这个野生的 这个基本类似的 所以呢 这三个优势就决定了 我们基林省的这个实用群 这个区位优势和这个品牌效应 是特别明显的 所以在全国一提长白山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灵芝 我们的木耳 我们的香菇都有地理标志 就是只有在这个地区 去长出来的木耳 西洋菇和林芝 才具备这个优势 国家认可 全国人民认可 甚至全世界认可 好感谢刘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近年来 东辽县白泉镇德中村 依托丰富的土地资源 和域内所在地的区位优势 激进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彭氏经济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走进东辽县白泉镇德中村 大美九九草莓采摘园 大棚内的空气中 透着清新的味道 香甜的草莓 以及翠绿的生菜 诱人的西红柿等 十令蔬菜近在眼前 据采摘园负责人介绍 今年园内种植的草莓 和西红柿等农家水果蔬菜 全部采用生态种植 口感好 营养佳 特别鲜甜可口 个头比较大 近年来 在白泉镇德中村 以采摘为载体的景观农业 已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一部分 游客人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 尽情体验一番田园采摘的乐趣 截至目前白泉镇德中村 共建果菜温室117栋 种植面积达到200万平方米 农民合计增收近50万元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柳河的网友余和咨询 木耳可以使用彭大树吗老师 这个是不能的 为啥说呢 整个木耳的话 它这个 刚才说那个彭大树 是属于中国期间的时候 让它能长大一点 这个蒸产或者是蒸熟 包括这个蒸种 而且那个口感也比较好 但黑木耳的话 就是说我们开了口以后 在那个温差刺激的效果下 它就能出 所以你不用打 这是没问题的 你打首先第一个要增加成本 第二个要出现啥问题呢 它一旦彭大了以后要降低品质 第三个 就是我们曾经在实用觉上 有人在灵质里面打彭大树 最后打到什么程度 灵质里面是空的 所以木耳如果打彭大树的话 会出现啥问题 你的木耳出来的时候 不开片 长的是一个嘎的 里头是空的 那么它就没有上给家 所以这是千万不能用的 而且对人是有害的 好 这一时段微信平台的情况 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农民朋友 最关心的供求信息 一通黄领子的赵长红朋友 打算出售黄豆 品种是长农17 那数量可不少啊 3万多斤呢 跟前的买主可要抓紧时间了 趁没有大雪 倒还好走呢 就抓紧下单吧 联系电话是159 4447 2969 白山的刘涛朋友 想卖自家产的牛羊驴肉 都是自养自销 有商标 质量没得说 可以礼盒包快递到家 得益最后的朋友 可以拉个拉个 联系电话是133 3149 1380 柳河孤山子的老张 打算出售桑黄 大妖母有1200斤 据老张自己说 那质量那可是杠杠的呀 老张说了 价格免疫 联系电话是158 3453 7713 通话线的宋广祥朋友 挺赶时令啊 趁着下雪推出了好嚼会 什么小鸡啊 大哪呀 笨猪幼啊 鸡蛋哪蛋了 哎呀妈 一听就老有食欲了 据说呀 是在林蛙沟养的 品质呢 是贼拉好啊 联系电话是138 44512973 再来关注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 2月24号天起 长春晴零上二到零下八度 白城晴零上二到零下十二度 松圆晴零下三到零下十二度 四平晴零上二到零下十二度 辽远晴零上一到零下十五度 吉林晴零下一到零下十度 通话晴零上二到零下十七度 白山晴零到零下二十度 延吉晴零到零下十一度 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晴零下二到零下十六度 梁市主产区天气预报 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晴零下十二到零上六度 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晴转多云零下八到零上一度 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多云零下八到零上二度 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多云零下九到零上二度 28号夜间到3月1号白天小雪转晴零下五到零上二度 针对目前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记者刘佳了解一下生产上的相关提示 刘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大伙一直都很关心这个农机补贴的事 那今天我们就有请到了123号6的刘忠泽老师 来给我们大家伙说一说 那么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省的农机补贴的大部分都没有开始 那么整个一年大家买的车都没有入住系统 没有得到补贴资金 那么今年的补贴资金实际是已经早就到了 那么陆续各个县市区都已经开始做农机补贴的工作 有的区域的县它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像长存的双阳和工作令已经开始进行农机补贴了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抓紧和农机补贴部门联系去办手续 那么像四平的一通已经也开始了 像白城的大安镇已经开始了 像延吉的敦化已经开始进行农机补贴工作了 那么最近几天经常接着电话咨询农机补贴什么时候开始 那么告诉大家一个怎么去查农机补贴开不开始 再怎么去咨询 这个你上吉林省农业机器化信息网 它有一个农机补贴栏目 这个栏目你点开以后 它在最下边往下拉 有一个就是各个县市区的农机补贴咨询电话 你看看如果你是双疗的你就找双疗 是农丸你就找农丸 打这个电话 具体的就是咨询一下当地的农机补贴部门 他就能给你明确答复 就是比如说问农丸的 那就是农丸他肯定就要给你答复 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你在家等 等一等大致什么时间 因为各个县的它的进度不一样 所以呢今年的农丸补贴肯定是有的 包括去年也是有 那么大部分都把去年内补的 今年开始补贴了 希望农丸朋友们掌握信息 别拉了 因为农机补贴是你申请才可以补贴 如果是你在家等不申请 那么你就是补贴就捞不着 希望农丸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关注吉林农机信息网 及时的掌握您需要掌握的信息 只有这样的话才不会错过您的补贴 好主持人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专家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严急的网友咨询 包米接杆做多少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如何挑选合适的接杆呢 李老师 包米接杆做多少的话呢 应该说是这个没问题的 就是说首先量不能太多 我们现在做实验的话 基本上是在10%以内 最好就是5%到10% 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进行处理 因为接杆它表面有一层辣纸橙 就玉米干 所以最好是用搓揉机 把它给它揉 把那层辣纸橙揉破 然后用这个炸炒机把它炸成小段 这个两到三公分 然后我们再去装这个菌包 这个就没问题了 再挑的话 应该说就是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接杆 这个有发明变质的 这是不行的 包括现在有不少就是那个农田地里头 直接打包的那个 打包里头那个大包有用 所以我们要求这种 首先是鸡鸽到秋天的时候 我还是直接不打包 拉回来散了 干了以后直接加 就是变没变的 如果没变的话 可能有一个没变的 那可能就是几十包就污染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调不没变的 这个就可以 下面是松原的网友咨询 滑子馍 我们这里能种植吗 成本投入需要多少了 松原是可以种植滑子馍的 滑子馍应该说少量加羊毛穴 再加上一些像玉米西尔辣 麦夫子和米糠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可以种的 种植的话它的技术也不是很困难 就是这要是做过香菇的 或者做过木耳的都可以 它就是用这个这个熟料栽培 基本上规模的话 一般都是一到一万到一万五到两万 就是一个木屋棚 投资的话 应该是在五到六万块钱左右 但是建议人如果想种植钱的时候 还是到基地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盘石的取材盒 还有这个公主岭的秦家屯 这个两个华谷的基地 看完以后呢 回来我们再决定是做还是不做 下面是通话的网友咨询 种植黑木耳和玉米耳 哪个产量高容易操作呢 应该说这个操作上来说 它俩基本是一致的 都是做完菌包就可以去做的 产量高的话 应该是玉米耳产量更高 但是从管理的程序上来说 应该是黑木耳的更出发 所以我建议要想种的话 还是先种黑木耳 就是把这个黑木耳菌包做完了以后 然后管理能跟上以后 再进行做再改做种玉米耳 如果直接种玉米耳的话 可能就由于管理出现问题 那可能就比如说这个颜色不好 这个产品质量差 或者产量低 那就得不偿使了 所以应该从浅的 就是先做黑木耳 带做玉米 下面是长岭的网友咨询 我们这里林下 可以种什么菌类植物呢 长岭是属在我们金林省的 中西部地区 像这些地区要在林下种的话 我建议种一些像大丘盖菇和平菇 就是最好是在这种 比如说长城环 就是这种人工林里面 然后不要是像那种天然林 这样来说它成行 我们在行间能遮掩的地方进行种 一般的气宽就是80到1米 我们直接在地面浮 然后在边上取土 这样来说下雨的时候 水就从边上那个沟就排走了 防止说我们挖沟的话 下雨的时候我们的气床会被淹 所以我们应该做地上体 在地区进行种植评估 大声道